讲方粮交军官俄文 这在过去其实是没有听过 老谭问到了他的学生 上这个课的主要用意呢 是要替台湾的军方 跟俄罗斯中间培养一个联系的人才 那后来的发展呢 这一批俄语人才真的有发挥到 他当初想要设想的作用 台湾过去为了要取得先进武器 就除了你自治之外 当然最主要是靠美国 可是后来呢 我们知道就像现在的军购一样 也不是你的许彦签单开了 就一定会得到 所以台湾也那个时候曾经试图 从俄罗斯或者说前苏联取得 那我们知道 蒋经果是在1988年病逝 之后是由李登辉主政 一直到了2000年 这段期间呢 台湾内外其实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是苏联 他们因为经济困难 所以在1991年12月25日解体 由于苏联它出现了巨大的变迁 台湾想要均购二四武器 就成为一种可能性 因为那个时候解体后的苏联 就我们说的独立国协 它其实是经济很困难 所以很缺钱 所以像那个时候 李登辉执政时期 在1993年7月7日 那个时候的报纸 还报道了一则军售新闻 那个时候呢 武胆级的立委陈泽南 他在咨询的说 台湾购买美国的F16AB 价格是否存在偏高的现象 是否与自制的IDF 在功能上有重点 他说根据他的了解 如果购买米格31 或者初凯27 实际的价格呢 只有F16的二分之一 性能也更好 就是我们购买F16 是否存在着 图立美国的嫌疑 那他这样咨询 军方怎么回应 对于陈泽南的咨询 那个时候的国防部长孙政 他说IDF因为引擎退力的考量 所以必须要减轻机身的重量 油箱还有挂单量 都会受到限制 至于呢 因为购买F16AB 也是不得已的选择 这是他的说辞 当然呢 两者还是有一些差别 前者比较适合近距离的谈动 或者呢 就适合中延层的任务 至于为什么不购买苏凯27 孙政说 购买战均需要考量到 零件后勤这些供应 根据他的了解 苏凯27的固占力偏高 所以没有纳入考虑 这个意思是 台湾的军方 其实也有对苏凯27有研究过 还是说只是注意到 至少应该有注意到 有没有研究不清楚 不过有一种说法是 在1991年12月 也就是苏联解体的前夕 那个时候行政医院的 国科会主委夏汉明 还有中研院台湾飞弹支付 之称的樊孝中 就是有一批人 以科技交流的名义呢 在12月8日前往苏联考察 那他们呢 后来很顺利的到了莫斯科 而且只与苏联国家科技委员会的代表见了面 就是要洽谈说台湾怎么样子 投资苏联的电信业 还有要均购苏凯27 对这样的说法 夏汉明在他的个人回忆录也提到 苏联国家科学院 曾经有两批的院士来台湾 就跟他签了所谓的中俄科技合作备忘录 之后呢 他也率团访问俄罗斯 由当时苏联他们的科学部长 沙提特来接待 同时也签订了一些合作协定 首先是台湾可以派两名的飞行员 去苏联接受种子教官的训练 第二呢就是苏联可以用每一架 3500万美元的代价 出售100架给台湾 那第三个呢 就是苏联在1992年3月 可以用参加台湾山长的名义呢 把这些苏凯战机 就是用运输机运到台湾的 清泉干空军基地 那之后呢 清泉干就成为苏凯27的基地 这个内容如果是真的 其实都很具体了 你看包含派多少人去受训 然后售出的价格 还有飞机要怎么来到台湾 那既然这样 节目一开始老常提到说 陆海空军有30多人在学俄文 这一群军官应该就派得上用场 在1992年9月6日的报纸 那个时候曾经说过 台湾采购法国放箱机 已经取得了进展 然后呢 台湾也向俄罗斯洽购苏凯27 或米格29的可能性 这个是当天的报纸 白纸黑字写的 而且还是用头版登出来 报道里面还讲到说 国防部与空军总部降临也证实 对俄罗斯接触购买战机的事 一直没有断过 一直没有断过 对 讲得这么直白 是 但是后来是没有的吗 对 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 因为后来老美国老大哥知道了 这个背后的交易秘密 所以就施压 那台湾也就终止了 俄罗斯那个时候需要钱 所以他们就把苏凯27 就转售给中国大陆 所以1992年3月 报纸还报道说 解放军向俄罗斯购买24架的苏凯27 独立国协还宣称呢 也就是俄罗斯 这个还宣称说 他们对前苏联的军火武器 充满着浓厚的兴趣 意思就是大陆想买更多 所以老大哥出现了 然后这个施压的动作 其实影响非常的大 是 因为他后来把武器 卖给了中国大陆 然后其实中国大陆的国防工业 也借此大要劲 苏27是冷战时期的产品 因为那个时候苏联 为了要反制美国F15 那苏联那个时候 其实想要卖给中国大陆的 主要是中小型的米格29 不过呢 解放军是坚持要买重型机 也就是苏27 所以后来俄罗斯他答应了 还协助了省飞建立的生产线 这几年解放军到台 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歼11的身影 因为这是从苏27演变出来的 因为解放军取得苏凯27 所以为了两岸军力的平衡 后来美国也答应要出售F16给台湾 那在1992年10月 就是国防部呢 因为取得了F16 还有放下2500的战机 就决定把原来生产250架 IDF 也就是经过号战机的计划 把250架缩减为130架 多少也影响了台湾的后续的 国防自主工业 其实这个听起来是蛮 对 我的感受不重要 那李登辉的感受怎么样 这不太清楚 不过我们频道先前的节目 其实有很多的网友留言 有一位经常帮我们做补充说明的 他是台湾前驻俄罗斯副代表 江苏裔江大使 这个江是江子雅的江 在俄乌开打之后呢 他最近接受其他媒体的访问 他里面提到说 在1994 95年 那个时候的报纸 曾经报道说 克里米亚共和国 有意邀请李登辉去访问 当时呢 身为外派驻俄的外交人员呢 觉得说这个安排 会非常的为难 因为那个时候 克里米亚归属问题 没有解决 如果去的话 可能会对俄罗斯 还有乌克兰两边中 你一定会影响到 另外一边的外交关系 加上没有指挥 所以后来没有成型 总之 李登辉最后没有出访 克里米亚 这也是台湾在 俄乌矛盾里面的一段插曲 当然的 就是进入到了2022年 台湾对俄乌之间 到底要如何站边靠队 其实已经没有以前的那种顾虑 现在是毫无悬念的 就是一边倒 我说这个要是台湾对俄乌的 就是一边的一边的 就是台湾对俄乌之间 对俄乌之间的一边的 这个要是台湾对俄乌之间 的那样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